我是马丁 我来自俄国 现在我来自中国 马丁 你说成都哪里的景最好看 这个景巴布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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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景你见过吗 还有你吗 你不是啥子东西 这个就是川派盆景 长树子嘛 我也会 还有你吗 成都 你这个啥子东西 还有你吗 根本不像话 不行 不行 川派盆景有三千元一样的事 有十大城市 比方说 山派酒造馆 卦工馆 结婉条馆 等等 这个把大自然的景观 主导 注意景换 这就是潭景人应该思考的 我叫富士勋 通知这个行业 六十元年了 做好没有 走起 这个是有水有汗 这是水 那个字汗 这个山竹落下松 摧合一个水面 这个树 这个跟它的组合相互福音 大面积的景观 浓缩在一个小小盆子里面 这个也是山水 翻译的就是四川的高山效果 四川熊 起 象 秀 江戈熊 五下象 我没秀 清晨油 山水杂合就提醒这些台湾 这就是正宗川的 四川的盆景 它有十大神户 这个山湾九道怪 就是其中的一个 三个大湾 里面有套了九个小湾 我们从来租 落下松小庙 让它成型 不是十年 二十年 要几代人 不限的努力 一个人 不得那种意志 不得那种精神 你要把草原品 传承下去 也是很艰难的 所以说精神很重要 粗心很重要 这个数字 按照管理 已经是该出谱了 但是我们还想它不够完善 所以今年是再加工 再补充云潮 云潮有个大漂之寸 这个数字架约上 才能发能耳 十五到十年 得不耳才能成型 我们每天还要去思考 我们现在这枚数字型 以往可以 现在可以 将来怎么样 你是站在你这个观点 你这个角度 在看它隐恨不了了 但我们的心中 它仍然还欠缺 所以我们要再加以补救 再床潮 再提升 就像我们要不断地自我改变 而自我提高 而自我淘汰甚至是 老师 你们搞的这个 寿舍人碰的好巴士哦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学一学吗 对吧 那就去 你刚刚雨了 我去这个地方去看看 人怎么说吧 我这些鸭子把它剪掉 这些鸭子把它剪掉 光留几个大鸭子 为什么要把小子剪掉呢 要去喝水吧